炒五花肉,一定不要直接下锅炒 今天教你一个方法 炒出来的五花肉不腥也不柴 而且特别的香,实在太下饭了 首先准备一块五花肉切成薄片 切之前把冰箱放五花肉里冻半个小时 这样更好切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 然后再切一点青红椒 把五花肉冷水下锅焯水 加点料酒去腥 我们看一下煮出了很多的浮沫 上面漂浮的这个浮沫 就是五花肉腥味的根源 把这些浮沫煮出来 这样我们炒出来的五花肉吃着就没有鲜味了 焯水后捞出冲洗干净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浇做菜 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再起锅烧水 水开之后放入一袋这个原味笋丝 炒的吃鲜能脆爽 非常的下饭 把笋丝焯水后捞出备用 锅里不要加油 直接放入五花肉煸炒 把五花肉煸炒脆油 这样五花肉炊起来肥油不腻 非常的香 接着再放一点大蒜 炒香后放入青红椒 然后稍微翻炒一下 放入笋丝 再翻炒片刻开始调味 加入适量的食盐和生抽 再加一点老抽上色 然后大火翻炒 翻匀炒熟之后 再撒上一点蒜苗 翻炒均匀 即可出锅装盘 一盘美味的笋丝炒肉就做好了 笋丝鲜能脆爽 五花肉肥油不腻 稍微不柴 真的太好吃下饭了 喜欢就赶紧做一家人尝尝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鲁炸 感谢观看